上星期和大家看過東莞的製造業 如何增值轉型,維持海外市場的需求 這一集我們看看當地一些製造業 如何把握內地龐大的消費需求 這個商機,建立品牌和銷售渠道 開拓市場 原本毫無耐銷經驗的外貿企業 是否這麼容易做到呢 這個佔地5000平方米的 加工貿易品牌展示中心 是東莞市政府向當地的台資集團遭用 有意開拓內銷市場的加工貿易企業 可以在道展示自己的產品 被來自內地其他省市的買家參觀 目前已經有一百間企業進駐 它是這樣的產生的 就是台灣企業率先發明 那些台商企業自己集資 就建立了一個渠道和代理商 它沒有渠道 沒有代理 我們就自己來組織 所有的台灣的企業 當時都是代工的 沒有品牌 它集中在一起 作為自己的品牌 不少的國際品牌其實都是在東莞這裡做代工 不過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海外訂單大減 不少的企業就索性做自己的品牌 嘗試開拓內銷市場 雖然東莞是世界製造業的基地 但是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 對於建立自己品牌和銷售渠道並不熟悉 比如說我是給你做筆記本電腦 我給你代耳代工的 你有全球網絡 我不用考慮 但是我現在我要開拓國內市場 我自己給自己開拓市場 我的渠道在哪兒 我沒有渠道 第二個 原來我是沒有品牌的 當地製造業出產超過6萬種產品 而電子商貿近年在內地火熱 市政府也都跟電貿商簽合作協議 推廣當地的產品 而去年全市電子商貿交易額 達到2300億人民幣 增長2成8 有一個說法說 淘寶網上有25%的商品 是來自東莞的 電商實際上是個渠道 而產品的走率呢 是一個相當於水庫一樣的 一大盆的水 你電商是管網 我們有水 你沒有水也不行 去年東莞外資企業 來銷的金額有2880億人民幣 增長9.9% 比出口增長的6% 還要高出近4個百分點 不過仍然有過半數的外資企業 並沒有做內銷 這間在東莞設廠20年的港資製衣公司 金融海嘯之後 亦都曾經希望打造自己的品牌 進軍內地市場 大概在2007、2008年左右 整個國家已經開始去說 怎樣做轉型升級 內銷這方面 我們其實做了一個很短的時間 即是嘗試利用一個網上的平台 去做一個試點 不過試了兩年之後 發覺需要投入的資源遠超預算 最後都要打退同虎 內銷以我自己用這麼短的時間去看 即是特別做網上的內銷 第一現在國內的競爭都挺大 第二你是很需要大量的廣告資源 才可能有機會做到的效果 所以基於這樣 我們都寧願最後覺得 我們不如集中在我們的OEM的一個生意上 港商黃鎮在東莞做電子廠 至今已經有22年 他說其實很多內地的品牌 近年營業額都下跌 內地消費並不是一般市場人士以為那麼好 但是海外市場差 廠商面對兩難的局面 我們以前香港的企業 主要都是做OEM、ODM的產品 希望你們能夠做自己的B&M 能夠打出市場 既然歐洲、美國的市場比較差 希望國內神州大地有13億人口 這方面也是一個未來市場的方向 不過即使廠商希望打開內地市場 都遇上各式各樣的困難 國內的收錢模式 包括國內一些企業的信譽問題 一般你給貨的時候很容易給 但是到你收錢的時候 真的會拖著你 有時拖了兩、三年 都有些收不回錢 一般正常好像這樣說 變成有些企業 現在做好的也不想做 市政府推出總額 三千萬人民幣的 內銷集中擔保計劃 即是為拓展內銷業務的企業 向金融機構作出擔保 希望可以協助解決 企業資金積額的問題 不過擔保金額 以致保障範圍仍然有限制 這個錢肯定是不夠 但是這個錢等於說 替企業分擔了一些風險 降低了它的風險 但是我只能夠說 我只能夠說幫你減少你的風險 並不能說你做的事 我全部要幫你包起來 國際需求減少 導致不少工廠倒閉 但是同時也造就了一些創業機會 由於很多創業者 他可能之前在外資企業當經理人 這些經理人出來創業 興辦了很多外向型的民營企業 那些民營企業的特點 可能第一,規模比較小 第二,他們可能整體的運營和管理方面 尤其在財務方面 可能未必適應到有關的要求 你的買家今天 是讓它的競爭壓力比你大得多 這個講座 由一家外貿服務公司主講 主要分析現在外貿市場的變化 和外貿企業遇到的難題 吸引了大約70多間中小企出席 負責人說這些企業 一般規模都比較小 面對現在國際市場訂單多 貨量少的經營環境 經常都會遇到營運成本高的問題 而他們就將這些企業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利用規模效應將成本降低 例如物流 通常工廠如果量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 一個月大概兩三條貴 它可能到深圳的港口 要一千二千三元 甚至更高 我們每個月有兩三千條貴 我們的意價能力比較強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能一千元左右 就可以拿到這個價格 同時這些企業向銀行融資 一般都又難又貴 而他們就可以向銀行 爭取比較好的融資條件 再透過不同的融資產品 解決中小企的資金問題 是 銀行通過我們的規模商業 我們可以拿到很大的一個壓度 貿易融資方面 是不需要工廠去參與的 銀行給我錢 我最根據我對工廠的貨物的收購 和這方面的義務 我最將這些錢交由工廠 公司自01年成立至今 已經服務超過二千間中小企 平均可以降低他們 整體出口成本三至四成 提高企業的存活率 製造業是東莞的重要產業 而中小企佔東莞整體企業數目 多達九成半 他們的健康發展 對提升東莞製造業的競爭力 以至穩定社會經濟 都有重要的作用 中小企佔東莞 申請